顯然有人在操作 有人在在玩這個東西 你懂我意思嗎 演戲也是笑的 看戲也是空的 你現在聽懂嗎 弦外之音了嗎 一開始 我們都以為是這樣 OK 爆料出來 誰敢不談 通通都漲鉤了 我看不太懂的是說 為什麼是在週刊爆料之後 高家裕才去報案 這個跟我們社會新聞的 SOP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11月14號 他到台大去驗商了 11月14號驗商之後 你就可以拿到驗商單了 你就有 有這個紙本可以去提告 所以你已經逃出魔掌了 然後你受傷 你也獲得 這個台大醫院的這個 這個驗商的證明 你就可以提告了 不是嗎 11月14號你就可以告了 你沒告 你沒告他呢 然後甚至還跟他的這個 因為他媽媽的這個告別式是 11月24號 你還去參加等等 那他擔心有人來鬧場 你還幫他申請這個 警力來維持秩序 然後你的前男友要去發傳當抗議 小馬 我相信你也知道 那你不是很奇怪嗎 你的左手幫這個林男的媽媽的告別式申請 警力維護秩序 你的右手 你的前男友要去發傳單 去抗議這個男的有你的不雅影片照片 那你在幹嘛 那我沒有我沒有要去檢討被害人 我現在講是狗仔隊 因為我沒有證據我只能說 我的我的這個研判 誰把資料告訴狗仔 而且告訴的這麼詳細啊 很像狗仔隊就在旁邊 這個 就在那個板橋那個飯店的現場 親眼目睹一樣 誰能夠把當中的細節講得那麼詳細 誰 狗仔隊是後面才知道的啊 那為什麼要透過狗仔隊來爆料呢 我剛剛講嘛 你11月14號你已經人身自由啦 然後你也驗傷好了 你為什麼不報案呢 那你是現任的立委 你報案警方不處理嗎 聽人朋友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你不要透過狗仔隊 沒有狗仔隊的爆料 你14號就去報案 然後新聞就會曝光 你也可以開記者會 然後這個板橋的分局長 也會帶隊去搜索 跑去那個飯店找那個男的 然後這個 新北地檢署也會故意讓他作秀 然後就照這兩天的 那你你為什麼當時 這我不曉得 我也不曉得 我也不能講是誰去找狗仔隊的 我也不知道啊 好但是我們一般來講會有一個這個 這個 防火牆啊 就說哎呀我要保護消息來源 這個記者的這個萬年的台詞 我要保護消息來源 所以我不能告訴你誰告訴我的 對啦 他是不會講的啦 這個鏡週刊是絕對不會告訴你誰是吧 就像我們之前在談這個王必勝啊 我也不是很關心王必勝 我那時候跟他談的我的我的邏輯是一樣 我說誰去跟鏡週刊講的 王必勝劈腿養小三偷吃還生小孩 不太可能是王必勝去講吧 我跑去跟鏡週刊說哎我偷吃 嘿我外面金屋長焦 那你也好了 不至於到那個地步吧 對不對 王必勝應該可以排除 王必勝的這個小三 他跑去講幹嘛 我是王必勝的小三 他經常來找我 他一個月來我家九次 嘿你看我生了一個寶寶 然後呢 還有寶寶跟他的合照 是王必勝的小三去檢舉的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王必勝的原配 政公去檢舉的嗎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告訴你 任何一個狗仔隊 周刊王也好 鏡周刊也好 他們都不是神啊 顯然有人在操作了 我看了這些狗仔 看了這些新聞這麼多年 我可以研判到 有人在操作這個事情 誰操作 我沒有證據我不能講 但是我跟你講說 就不出那幾個人嗎 可能性只有那幾個 總不可能是路人家 對不對 他一定是知道這個事情 知道這個故事 甚至他有拿到照片 他獲得授權 或者他有什麼 這個確切的證據 他去講 狗仔才會信啊 當狗仔11月24號去拍 這個林南的媽媽的告別式的時候 那時候狗仔已經在run了 11月24號狗仔已經在run了 他要run完這個告別式拍到那些畫面 他的這個新聞才夠完整 他才準備哪一天丟出來 是這樣子 那如果這個爆料變成工具化的話 就是我可以操作啊 天明現在這個問題 我沒有去指控任何人 我沒有證據 我不要指控任何人 沒有證據指控別人也不好啊 講實在話 但是就有人在玩這個東西 你懂我意思嗎 就跟王必勝那個意思是一樣的 今天台灣的媒體 台灣的網路 台灣的輿論是可以被玩的 我丟一個骨頭 所有的狗仔 所有的狗啊 這個媒體 這些狗仔隊就跑去追嘛 我就丟一個骨頭出來 你就去追了 王必勝跟小三這樣 那你爆料變成他的工具嘛 不管是誰爆料的 或者高嘉瑜的事情 誰要去 這個事情的 我要利用你 我要操作你 然後大家 演戲也是笑的 看戲也是空的 哦好精彩哦 怎麼會這樣 你不去探究後面是什麼 你很在乎的是 哦他為什麼打他 哦他怎麼樣啊 他跟誰這樣 你已經入戲了 你懂嗎 你已經投入那個戲裡面了 我不是冷血啊 高委員被這樣子對待 這樣當然是不應該啊 我現在跟你講的是媒體嘛 是狗仔嘛 你沒有人去跟他爆料 他不會知道的 他哪知道啊 誰去爆料的 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證據啊 但是這個東西如果變成 他是可以操作的 誰控制的狗仔 誰掌握的狗仔 是可以喬的啊 以前我們一開始都認為是 免談 不管是 一週刊或是蘋果 你只要被他跟拍到的 他決定要搞你了 你找總統都沒用 舉例來講 你叫總統來喬嗎 沒辦法 他不給你喬了 一開始是這樣 一開始我們以為是這樣 各位聽懂朋友 你現在聽懂我的弦外之音了嗎 我再講一遍 一開始我們都以為是這樣 好不好 這樣後面我就不要講了嘛 你又叫我再把後面講 大家就一點默契都沒有了 我再講一遍 一開始 我們都以為是這樣 OK 講話要聽尾聲啦 就是大家在講話 你要聽他的那個尾音是什麼 聽尾聲 一開始我們都以為是這樣 當初去找靖州刊狗仔隊爆料的人 因為我沒有證據 我不能講是誰嘛 比如男的女的或誰誰誰 你去想 這個當初去爆料的人 他現在在想什麼 如果你是他 你會 嘿 我把這新聞抖出來 爆料出來 透過靖州刊 全台灣沒有一個媒體不敢談 誰敢不談 應該講誰敢不談 誰不談 通通談 通通都上鉤了 去爆料的人 去操作的人 去帶風向 帶tempo的那個人 他現在在想什麼 就你們都上鉤了 通通上鉤 誰敢不買單啊 他達到他的目的了 我就是要爆料 我就是讓你們去炒這個事情了 我就是要把這個家暴案給他 台面化 給他公眾化 好 跟老老吵 跟老老大條 他的用意就在這裡啊 不是嗎 不然家暴案是要這樣處理的嗎 你被家暴了 你驗傷之後先通知狗仔隊 你通知狗仔隊要幹嘛 還說狗仔隊怎麼會知道呢 你被家暴 狗仔隊怎麼知道 好 其實今天有人開始講說 是什麼 什麼國安系統之道 國安系統之道這個 哎呀 沒關係啦 這個 在人講的在人嚇的 大家去思考